比赛的高光时刻 就是这一波开始 其实TT有点难接了 清亮这里 直接给欧拉夫挂大 然后勾索上去 又闪现下来想抢龙 他很尴尬 没办法 鬼术刚营 鬼术刚营 他是董卫宜的 他有好几波 那个闪现上去收头 对 他几波团量 而且他都是一丝血 没死 你看这波 他也是一丝血 然后没死 二技能一个盾 然后这霞虎先锋也是的 这波他也是一丝血 对吧 中了一个仇杀 然后威古斯进来 打他 他一个大招反手过来 又是一个二技能 直接把威古斯反差 然后他在大招的途中 还能惩戒霞虎先锋 拿了先锋还回了血 这是最气的 一举两格 一举两格 我都要 万斯玩的是真好 这波也是他找了一个机会 是的 先来看一下 这待会应该就会有 这个非白的集结 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里是 骆已经倒地了 这波 它是有闪现的 它是闪现过去 三一连 这波下落 两个人直接出问题了 闪现 卷 就这里 真的帅 然后你看 每一波都是 雅锁上来把人控住 螳螂直接收割 对 这虚弱套给雅锁身上 没用 这万斯到底是有 这个多强大的自律性 才能那波跳到 奥拉夫脸上 又回头 又回头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那波对面在沟通 鳄鱼鳄鱼鳄鱼 看鳄鱼 对吧 然后直接把他喊回来了 然后这一波 这波接下来要卷三个了 这波又是 这波是卷三个 飞白这里手紧捏着风 又是闪现 三一 哇 哇 这个雅锁让我想起了 Rookie Rookie owski 男人 说 那 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